每次和朋友去拉麵店 對素食的選項總是只有一兩種 現在在Universal City 開了一家五股素食拉麵店 菜單上零零種種 有十多種不同口味的拉麵 吃拉麵不再只有平淡無奇的選擇了 我們最開始的時候就是會想到match 因為我們試做素食沒有錯 那總是說不希望面積那麼窄 只有吃素的人想要才吃你的東西 那我們想要說每個想要吃一點菜的人 都會覺得你的面好吃 那首先我們想說一定要好吃 所以我們就是放很多的料下去煮這個湯 我們等於說是結合了中西的這種味道 和這種健康的理念 我們放了很多大棗下去 蔥和很多薑 然後我們又放蘋果 菠蘿 然後放很多的香料 其實配料是一個餐廳的麵的一個味道 跟別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幾乎每個麵我們都推薦客人吃辣的 因為辣本身對身體是好的 因為辣你會清除很多髒東西的吧 我們用五種到七種的辣椒在一起去炸 像蛋蛋麵裡邊也是我們加了很多的胡蘿蔔 豆芽菜 就是我們的芽菜也是Marinated 所有的菜都是有味道的 不是說就是白白的下去了 所以每一樣你加了每一樣東西 那個整個麵就是不一樣的 我們最後就是定麵的時候 就是十種菜我們就想砍掉哪一個 砍掉哪一個都覺得好像就不應該砍 那時候乾脆就留到好了 就是每個人都拿自己喜歡的東西 我愛這個地方 是很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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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這個地方 是很快的 是很像一個 是一個交通 老和新的 所以它有這感覺 是很快的 是很快的 到那裡 你會得到什麼 我不是一個肉類 但我喜歡這個混合 是很清潔的食物 我很享受 歡迎來到Gokoku Vegetarian Ramen Shop 謝謝 一碗好吃的拉麵 麵條、湯頭和配料缺一不可 五谷拉麵店的麵條是用粗麵 Q彈帶勁 湯頭則是用素食種材料熬製而成 配料則是採用新鮮的蔬菜和水果 每一碗都可以吃得到老闆的用心和愛心 下次吃拉麵食 別忘了五谷拉麵店喔